恭喜你 恭喜你 大家新年 甜新喜 不好意思 其實我現在背著這歌詞 大家新年 甜新喜 賺錢多多少稀稀 買屋買 哇好划算啊 買屋買田又買地 恭喜何喜 我想唱家頓開心小喜喜 但是 恭喜何喜 然後下一句是什麼呢 唉 忘記了 喔 喜上家喜甜想起 近足每年幕後來 OK啦 不好意思 剛剛背來背去都背不到這首歌詞 各位上星和太陽巨蟹座的朋友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如意吉祥 好啦 那各位在接下來的這個農曆精悦那裡 會有些怎樣的自身雲勢呢 OK 好啦 首先呢 要注意一些跟高空高處發生的意外 如果是香港人的話 我希望不會是因為那些 紫黑景在這裡 什麼啦 大家明白的啦 OK 好啦 嗯 但是 例如 如果沒有這些邪惡的 勢力的一些影響的話呢 那就可能自己純粹 走去一些高的地方的時候 啊 下樓梯的時候小心一點啦 OK 是啦 也都可能是 逛街的時候小心 不要被花盆打傷啦 被招牌摘下來 OK 是啦 要找雅姐頭啦 是的 OK 那其實by the way 我想說呢 這種高的能量的意外呢 我真的在最近 大家要去聽一下 真的 是最近 好多的新聞 都是 嗯 有 講過的 我記得曾經其中一期是 水瓶座的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啦 水瓶座 是啦 我還說是 有可能是一些家居意外 被東西錄成這樣 是啦 OK 那真的啦 我不知為何經常都是跟一些高處發生的事情有關 是啦 那 是啦 如果是對我在香港的話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 挺悲哀的 OK 好啦 那 第二就是呢 嗯 不過 就算是甚麼事件裡面 發生任何的意外呢 我見到其實大家都是會懂得 明哲保身的 OK 尤其是巨蟹一向是一個 很懂得保護自己的星座 是啦 那蟹 我們有一個渴的嘛 那 所以這一方面 也不用太過擔心 OK 是啦 那 然後 第三呢 如果不是說一些外來的因素 我見到巨蟹的朋友們 其實有一些計劃的事情是想做的 OK 但是呢 忽然之間 會遇到一些突如其來 你阻擋都阻擋不住的意外 是會 令到整件事是拖延的 會 暫亂了你的那個計劃 但是不要緊 只要大家 是 有那個行心 是啦 去 把事情撥亂反正 不放棄的話 其實這件事是會搞好的 好 快點看一看 其實 剛剛這張照片是不是很漂亮 OK Anyways 是 如果沒有記錯 是好像一個 喔 隨便吧 隨便吧 好 不要管 那 因為背後牽涉了太多事人 但是 我給了巨蟹座的朋友看 其實 我選擇這張照片是有原因的 好啦 現在看看星象 基本上很簡單 今期所有的事情 都是關於那個 日月傷害 因為是新月 OK 就在水平座的四度 剛好就四分了 在 金牛座弱勢的那個天王星 對啦 他現在是逆幸原筆 OK between一些停滯 和順行的時候 對啦 他就在二度 對啦 因為這些事情 還有我們去 計算一些星的走位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些事情 OK 最後還有一件事 OK 今期是有小人的 OK 這個小人 就分分鐘可能就是 去阻礙大家的 plan 的那個 聚呼禍手 OK 或者就是他 去create一些 accidents 給我們 OK 大家是非常小心 那究竟這個小人是誰呢 要和大家玩一個很久都沒有玩的遊戲 就是 嗯 有多少 有多少個步驟 我忘記了 首先要 好 我好像記得了 OK 首先是要like這個post 好 第一步 然後第二步 我記得了 兩大訴求 缺一百口 第一個訴求 就是like這個post 第二就是 在comment那裡 公開comment 請問 很清楚地問 我想知道 誰是小人 這樣 就不要隨便打 哈哈 嘻嘻哈哈 總之 是要一個清晰的問題 然後第三步 我就會私下去PM大家 究竟這個 這樣的 bitch 是 誰的 好了 再次祝大家 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如意吉祥 為人 跟他說 是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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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